哎 说起福尔摩斯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吧 不管是柯南道尔笔下十九世纪的老派福尔摩斯也好 还是这几年风靡全球的英剧神探夏洛克也罢 关于福尔摩斯的传说一直是经久不衰呀 特别是他精准的探案能力 估计大家和我一样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神人 那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一位疯狂头弹者在纽约市频频作案 他的袭击目标全是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物 比如中央火车站 宾夕法尼亚火车站 还有无线电程的音乐厅等等 十五年的时间他前后搞了三十多次袭击 可是警方始终没有办法抓住他 就在至穷计短的时候 警方请来了一个精神病专家詹姆斯布鲁塞尔博士 就像夏洛克出场的时候一样 他自带掌声和光环就出现在了一群笨蛋警察中间呢 博士研究了一下爆炸现场的照片 然后又分析了一下投胆者写给报纸的嘲弄性的信件 轻轻松松就得到了真相 他的判断是凶手患有偏执狂 仇恨他的父亲 身炼他的母亲 在他这个书面报告的结尾处 布鲁塞尔博士更是直接地指示警方 你们要寻找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 他是中年男人 出生在外国 信奉罗马天主教 单身 和一个兄弟或者姐妹同住 你们找到他的时候 他身上有可能穿一件双排扣的西装 而且扭扣是扣着的 根据他的这份报告 还真就找到了嫌疑人乔治梅特斯基 结果还真的都被博士给说中了 这个嫌疑人身材魁梧 的确是在外国出生 信奉罗马天主教 是一位中年单身汉 不过和报告唯一有出入的地方是 他不是和一个兄弟或者姐妹生活在一起 而是和两个没有出嫁的妹妹住在一起 警察让他穿上衣服去警察局的时候 他在几分钟后走出卧室 穿的正是一件双排扭扣的西装 扭扣也是扣着的 听到这儿 各位朋友 您是不是该给博士一点掌声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 就和前面讲的那个故事有关 书名叫《独心神探 FBI心理测写术》 听到这么个书名 作为侦探迷的我 那是真有点小兴奋啊 这里所谓的测写 就是指根据罪犯的行为方式 推断出他的心理状态 从而分析出他的性格 生活环境 职业 成长背景 等等 也就是那个博士在观察之后 写的书面报告 好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本书的作者 约翰 约翰 道格拉斯和马克 奥尔谢克 一起走进案发现场 一探究竟吧 顺便说一句 约翰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调查支援科的创建人 是美国顶尖的罪犯人格测写专家 被誉为美国的当代福尔摩斯 咱们接着上面的爆炸案侦破来讲 当警察问布鲁塞尔博士是怎么得出如此精准的测写报告时 博士说 作为精神病医生 他一般是根据人的性格特征 来推测这个人对于特殊情况所做出的反应的 而在构思测写时 他则颠倒了这一程序 试图根据嫌疑人作案所留下的行为线索 来推测这个人的性格特征 从而抓到真凶 诶 这就是毒心的工作原理 也就是魔法的谜底 可是做到它并不容易 办案人员需要把自己放在凶手的位置上 来理解以凶手的性格会做出怎样的行为选择 同时 他们还需要站在受害者的位置上 大家都知道 不同的受害者对降临在他的头上的恐怖事件会有不同的反应 所以 只有确切了解了某一特定受害者的反应 办案人员才能更加真实地理解凶手的行为 我们就拿一个案件来举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一个在学校担任乐队指挥的十四岁的漂亮的小女孩被人绑架了 就在离家不远的学校搬车停靠点 几天之后 有人在十英里外树木茂密的恋人小静 也就是情侣谈恋爱喜欢走的路 找到了他衣衫不整的尸体 他因为头部受到了石头的重击而死亡 并且受到了性侵犯 在对凶手策写之前 本书的作者约翰了解到 这个女孩虽然长得漂亮 但是看起来绝对不老成 依然是十四岁的小女孩的天真的模样 也从来不酗酒不吸烟 被强暴的时候还是处女之身 这说明凶手并不是想要满足对成熟女性的欲求 同时呢 小女孩对待所有亲近她的人都热情友好 可见凶手可能在带走她的时候 受到了女孩友好性格的鼓舞 以为自己的行为不会受到反抗 因此呢 约翰就推测出 这起谋杀并不是预谋 应该是凶手原本只想性侵 却没想到遭到了小女孩的激烈反抗 凶手呢惊慌失措 从而采取了最保险的方法 让女孩闭了嘴 好了 通过上面的案件测写 你发现没有 办案人员在测写犯罪性格的时候 分析方法主要分为三步 是什么 为什么 以及是谁 首先是是什么 那也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凶手是以什么方式犯案的 第二个呢 就是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犯案 这主要是分析上一步骤 所呈现的行为方式的原因 比如说 为什么是死后分尸 而不是死前 为什么没有强制性的侵入 为什么凶手要带走死者的一段头发 为什么要毁容 那么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 勾勒出凶手的特征之后 就会引导出最后一个问题 那就是 是谁会出于这些原因 犯下这一罪行 这便是这些独心神探 所要解答的问题了 前面我们说过 本书的作者之一 约翰·道格拉斯 是美国顶尖的罪犯人格测写专家 现代犯罪调查分析的开创者 当初啊 他为了提高自己的心理测写能力 对大量罪犯进行了秘密访谈 当时呢 他决定要找的第一个罪犯 就是埃德肯破 埃德和两个妹妹成长于一个破碎的家庭 他们的父母亲总是争吵不休 最终离了婚 从小呢 这个埃德就表现出一系列怪异凶残的行为 比如说肢解了家里的两只宠物猫 和妹妹们一起玩葬礼的游戏 最开始 母亲对于她的这种行为并没有在意 只是把她打发到 祖父母生活的偏僻浓庄 以惩罚她这种杀猫的行为 在乡下呢 埃德感到无尽的孤寂和无聊 于是在一个下午用枪击毙了她的祖母 祖父回来之后 她又对祖父下了毒手 诈看起来这两起谋杀都缺乏动机呀 于是埃德被诊断为个性特征畸形 被动攻击类型 被关押进了精神病院 六年后获得释放 交给她的母亲监护 她的母亲一直设法掩盖埃德的杀人记录 还帮她在公路管理局谋到了一份差事 两年后的1972年5月7号 她搭载两个女大学生到僻静的地方 用刀把她们杀死 并将尸体拖回母亲的住处 先用照相机拍照 再将尸体分解 还拿着不同器官玩耍 随后将尸块装入塑料袋 逃入了大海 9月14号 她又搭载了一名高中女生 把她闷死并且施暴 随后运到家中分解 讽刺的是 当她来到精神病院 进行定期心理健康检查的时候 高中女生的头颅 就放在她的行李箱里 而检查的医生却宣布 她不会再对自身及他人构成威胁 1973年1月9号 她搭载了圣克鲁斯分校的一位女生 按照她的惯常做法 先枪杀了这个女生 再将尸体拖回母亲的住处 在床上兼污了尸体 又在浴缸里分尸 但是这次 她将女生的脑袋埋在了后院 脸朝上 两眼对准母亲的卧室窗户 以此来对抗母亲 总是让人抬头望着她的做法 这个时候的圣克鲁斯分校已经谈之色变 但是埃德的母亲刚好在大学里工作 于是埃德还能够开着贴了学校通行证的车 堂而皇之地进入校园 接着 她又按照先枪杀后拖回家施暴的做法 杀了好几个女大学生 最后 她终于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想做的事 在复活节到来的那个周末 她用榔头将熟睡的母亲打到断气 然后割下了她的头 强奸了无头的躯体 最后又割下了喉管 塞进了厨房的碾碎器 以发泄多年来母亲对她的埋怨和吼叫 事后 她又以晚餐名义约一位母亲的朋友来家 并再次下手杀害了她 第二天 埃德开车外出 期待能在收音机里听到自己的壮举 可是却一无所获 失望的她主动给警察局打了电话 经过一番努力 才使得警察相信了她 随后 她很耐心地等待警察的到来 看完她的卷宗 我们想象中的埃德 一定是一个凶残暴虐 精神失常的形象 可是在约翰和他见面之后却发现 埃德说话条理清晰 冷静客观 声音柔和 而有说服力 性格敏感 友好坦诚 甚至不乏幽默感 说实话 埃德几乎算得上是一个招人喜欢的人 而且根据监狱的记录 埃德的智商高达145分 所以在访谈埃德的时候 约翰不得不防范自己被埃德摆布 这样一个聪明和善的人 怎么会成为一个恐怖凶残杀死母亲 祖父母和其他多位女生的变态杀手呢 毫无疑问 埃德父母的婚姻是失败的 因为这个原因 打小就因为他长得像父亲 并且性格内向羞怯 一直被母亲嫌弃 同时因为他身材粗壮 两个妹妹心生恐惧 总是让他住在地下室里 这让埃德心里十分仇恨他们 杀人的念头从那儿就开始滋长了 于是他先后杀死并肢解了两只猫 后来在他的漫长的成长过程当中 母亲的讥讽与嘲弄 无时无刻不伴随着他 但是讽刺的是 他的母亲在圣克鲁斯分校 却是一位受人称赞的人 他的母亲心思敏感 善解人意 广受大家的欢迎 可是在回家之后 他却对儿子恶语相向 你根本不可能与任何一位女大学生约会 甚至结婚 这便是母亲给他灌输的讯息 既然不能正常地拥有一段感情 埃德就决定以残杀分尸的方式 占有女大学生这个群体 一直到最后 他像总是高高在上的母亲 挥起了榔头 分析了这些因素 如果你再和他本人进行交谈的话 你一定会觉得这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他是这样一个彬彬有礼 面容和蔼的人 除去他血腥残暴的杀戮行为来看 在他的成长环境当中 他始终是以一个毫无过错的受害者的身份出现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精神病医生 法官以及办假事的人员 常常会上当受骗的原因 也就是说 人们总是喜欢把事情往好的一面看 并且大多数心理医生都是理想主义者 他们在大学里所受的教育是 他们真的能够改变这些精神病患者 可是他们不知道 这些精神病患者或者凶手 往往是善于揣摩他人心里的行家 只要这些人愿意 他们就能给出任何人心里想要的答案 扮演出天衣无缝的角色 这也正是他们吸引猎物接近的方法 本书作者约翰在书中常常把凶手比喻成狮子 他们训练有素 能够在草原数千只羊中紧紧盯住一只 能够敏锐地观察出他的弱点 并且为制定如何使他落单 将他捕获的计划而思考一整天 当然每只狮子都有他们的口味 可是他们毕竟是同一种类 捕食前后的行为特征 总是有许多极为相似的地方 这就是约翰通过访谈不同的凶手 所要找寻的东西 那就是狮子的行动特点 你可能想问 这些凶手都有哪些呢 第一 他们会将警察作为幻想职业 像埃德那样的人 大多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 经受过生理上或者是精神上的虐待 于是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支配操纵 控制他人的欲望 再来看 警察这个群体被社会赋予了权利 可以为了公众利益去伤害坏人 如此一来 警察这个职业 既归还了这些凶手正义的立场 又满足了他们控制支配他人的欲望 所以呢 许多连环杀人犯都曾经 屡屡试图混入警察队伍 但是未能如愿 比如埃德就曾经想让母亲 把他安排在交警的队伍当中 当然了 更为常见的是警察迷 埃德就常常光顾警察出入的酒吧餐厅 并设法与他们攀谈 从而体会到圈内人的兴奋感 这也使得他在最后向警方自首的时候 费了好大劲才让警察相信 凶手就是他们的朋友埃德 第二 这些凶手拥有高度的行为控制能力 有一次 埃德因为汽车尾灯破损被警方扣下了 当时他的车尾行李箱里正放着两具尸体 可是埃德不仅不觉的恐慌反而感到一种亢奋 谁知 警察见他举止礼貌得当 一番当面警告后就让他走了 还有一次 埃德原本打算将搭乘他车里一对母子杀害 可是当他开车离开的时候 发现那个妇女的同伴抄下了他的车牌号 于是他理智地将他们送到目的地 由此可见 虽然这些凶手的杀人手法残忍暴虐 看似缺乏理性 甚至他们曾被诊断为精神病患 可是在其他环节 比如藏匿尸体或者选择杀人与否时 都有高度的自控能力 第三 这些凶手有着极强的行为分析能力 通常连环杀人犯都将他的犯罪情节 视为艺术品的一部分 在作案之前 他们会仔细谋划推敲每一个部分 直到无可挑剔 在访谈当中 艾德透露 当他为一个漂亮女孩停下车时 他会问他上哪儿去 然后再看看手表 装出没有足够时间的样子 这样一来 女孩子会觉得 自己是在和一个大盲人打交道 这人并不是一个专门搭载他人的危险人物 于是女孩子就会放松警惕 因此呢 我们在评价普通人时所运用的常识性假设 语言线索 肢体语言等 通通不适用于精神变态的反社会人士 因为对于艾德来说 让一位漂亮女性搭上她的车是头等大事 如果是路上偶遇的年轻女性 她的思考得会更加周密 付出的心思会更多 第四 这些人的犯罪活动有阶段性升级的趋势 对于大部分的性虐谋杀犯来说 从幻想到现实是一种跨越若干阶段的升级 由色情刊物虐杀动物开始 累积到一定程度后 或者受到过分的虐待之后 便会升级成为谋杀 比如艾德 她在肢解两只猫之前 就曾经肢解过妹妹的一个洋娃娃 将她脑中的幻想变成初步的现实 并且为未来在有生命个体身上采取的行动 进行最先的演练 在对各地监狱的罪犯进行访问的同时 本书的作者约翰也逐渐开始接受一些 悬案的策写邀请 其中较大的是一系列发生在旧金山 山湾郊游路线上的凶杀案 事件的时间跨度长达几个月 先后有多达七名白人女子遇害 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有多名女子都是成桂兹死亡的 约翰在调查研究之后 对凶手进行了如下的策写 第一 重复刺杀和背后突袭的杀人手法 说明凶手是避世类型的 他的性格内向 对自身没有把握 没有能力和受害者对话 也没有能力哄骗他们 做自己想要的事情 因此 他能够控制受害者的唯一途径 就是趁其不备将其杀害 这也说明凶手很有可能有语言障碍 第二 凶手并没有特意挑选特定的被害者形象 比如漂亮的大学生等 而是像蜘蛛一样浮在一边等待飞虫的自投罗瓦 同时 他也没有强奸行为 所以凶手可能有过劣迹 前科可能有强奸 或者是强奸未遂 但是没有谋杀前科 他做案前可能有过某种紧张性刺激 第三 他是白人 因为所有受害者都是白人 而且他可能从事的是机械操作 或者工厂体力活一类的蓝领工作 第四 由于凶手作案很有效率 而且至今成功躲过了警方的搜捕 他的年龄应该在32、33岁到35、66岁之间 智商可能会远远超过平均水平 当听到那句有语言障碍时 坐在下面的警员一片哗然 他们觉得这个约翰像个巫师 故弄玄虚 一个测写师仅凭几张现场图片 怎么可能就连凶手口吃都看出来了呢 约翰虽然很有把握 但是他的心中也隐隐有一些担心 因为如果这次的案子测写错了 那么行为科学这门学科的名声可就毁了 不久凶手又一次作案 这次他却因为失误留下了活口 警方破案进程大大加速 最终逮到了凶手戴维卡彭特 经过调查发现 戴维拥有一个专制霸道 经常体罚他的母亲 以及一个在感情上虐待他的父亲 而且戴维拥有超长的智力 但是却因为严重口吃而受人捉弄 他在童年时代就表现出残害小动物的倾向 步入成年后 他的愤怒和挫折感 便转化为莫名其妙的大发脾气 以及愈鹤南田的性冲动 而测写中的紧张性刺激 便是他的孩子刚刚出生 而他的婚姻关系陷入了紧张 由于临近杀手案件影响非常大 这次测写的成功 也使得FBI的行为科学科声名雀起 联邦调查局局长终于在1978年 正式批准行为科学科教官 提供心理测写方面的咨询服务 要知道 在以前就算在FBI内部行为科学科 也没啥分量 大多数人仍视其为门面装饰 拍不上什么实际用场 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这项服务才开始大力普及 随着行为科学科 科学科在侦破各大案件中的优异表现 来自各个地方的悬案侦破请求 就像雪花一样 飞入约翰和其他探员的手中 下面我们再看一起非常典型的案件 26岁的弗朗辛·埃尔夫森 是当地一间日托所的老师 身形瘦小 为人腼腆 不善交际 但是对学生很有耐心 并且他和父母同住在一栋公寓楼 有一天早晨 他的钱包落在了公寓楼的楼梯上 被一个小男孩捡到 想去归还给他的时候 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的人影了 最后 弗朗辛的父母在楼顶找到了他 景象极为惨烈 弗朗辛全身赤裸 身上布满被顿气重击的痕迹 脸颊 鼻子都已经骨折 手腕脚踝 被他自己的皮带和尼龙袜捆住 乳头被割下放在他的胸口 内裤被套在头部 遮住了脸 大腿和膝盖处都有咬痕 尸体上刀痕不深 耳环被对称地 放在头部两侧的地上 经过法医鉴定 受害者是被自己的手提包带勒死的 凶手还在他的大腿上涂鞋 你们无法阻止我的字迹 还在他的腹部 留下了发Q等汇语 被害现场过于害人听闻 这起案件很快引发了公众空闲的关注 和媒体连篇累赌的报道 顶着这样的压力 警方却连续一个月都毫无头绪 无奈之下 他们请约翰前来帮忙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本书作者约翰 是怎样揪出这个凶手的 首先 这不是一起蓄意谋杀 而是突发事件 因为凶手无法判断 弗朗欣在当天是选择坐电梯 还是走楼梯 而且用来攻击的东西 除了一把折叠小刀 都来自受害者本人 由此可见 凶手既然能够在早晨七点钟之前 到达公寓楼顶碰到弗朗欣 那么他一定是住在这栋公寓楼 或者是在这里工作的 如果说他是在这里工作 那么他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布置现场呢 更何况也没有人目击他走出公寓楼 答案只有一个 他一定是大楼里的居民 同时在早高峰时间 仍在大楼里溜达 说明凶手没有一份正常的工作 不会赚很多钱 甚至不能养活自己 由于这次攻击具有性攻击的性质 由此可以推断出凶手应该与被害者年龄相仿 大约在三十岁上下 在从凶手对弗朗欣进行的性器官分解 进行了手淫却没有性交行为可以看出 这个人缺乏安全感 在性事上并不成熟 粗暴的捆绑和性虐待 可能只是受到色情毒物的启发 而且他挑选的是一位瘦小的女生 并且用内裤包住了他的头 让他非个性化 这一切只是凶手为了让自己更容易地实现支配控制的欲望 至于割下的乳头 耳环的摆放等等 这就说明凶手有着严重的心理问题 可能正在接受相关的医主治疗 测写完成后 警方根据报告在附近居民嫌疑人的名单中筛选出一个名叫卡麦因的人 卡麦因是一位32岁的白人演员 失业中与弗朗欣同住四楼 他没有结婚 是当地精神病院的常住病号 其牙印与受害者身上的咬痕高度一致 到这儿这起案件很快被侦破 约翰的心理测写再次令人刮目相看 约翰册写了成百上千起变态杀人狂 但是从采访第一个犯人埃德开始 他的脑子就盘旋着一个始终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 那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杀人 他们中的很多人有着超高的智商 甚至有的还拥有完美的家庭和社会关系 为什么非要走上这一条血腥的不归路呢 后来一个赌徒居然给出了答案 在超级悲钱的一次抓捕行动中 约翰抓住了一个赌徒 他长相英俊 待人友善 十分迷人 于是约翰就像盘问抢银行的人一样问他 你为什么要赌博 对于你这样的聪明人 合法赚钱应该是不难的呀 那天下着大雨并且雨越下越大 那个赌徒就指着玻璃上的两滴雨水说 你看见那两滴雨滴了吗 我敢打赌左边的雨点 比右边的雨点要先落到窗玻璃的底边 我们并不需要超级杯 我们只需要两滴雨点就够了 无论如何你是阻止不了我们的 这就是我们的本性 这就是罪犯之所以选择犯罪的真相 更准确地说是犯罪选择了他们 在那些罪犯的心灵中 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 而正是这些东西驱使他们 以某种方式去行事 这就是他们在所有犯罪活动中的识别标志 也就是说凶手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愿望而不得不做的事情 它是静态不变的 这种识别标示区别于惯用手法 因为惯用手法可以随着一次次作案实践和反思中不断改进和变化 比如一个未成年人在第一次作案的时候可能会有所疏漏 然而随着他得手次数的增加 他都会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完善作案技巧 这就是所谓动态的惯用手法 但是那个驱使他作案的原因却体现在识别标志上 比如他在生活中因为常常受到欺凌鄙夷 从而滋生的病态支配欲和控制欲 使得他在每次作案的时候 都要先折磨受害者到起怜求饶 然后再杀死他 无论他是在哪里杀死 怎样杀死 怎样折磨 他都要走完这一套流程 也就是先折磨后杀人 也就是说他通过折磨对方而满足自己的控制欲 这才是他犯罪的出发点 面对这么多的暴力犯罪 行为科学能做的也只是在事后找到真凶 可是对于被害者的家人朋友来说 这个伤害是不可逆的 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和配备更多的警察固然重要 但是要想真正的减少悲剧 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对自己身边的家人朋友的犯罪行为零容忍 约翰经受了这么多的罪犯 没有一个是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 也就是说 如果父母对孩子上心一点 对他们在童年时期的异常行为重视一点 那么事情也不会演变到这样的地步 好了 关于独心神探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不管怎么说 我们每个人最需要的还是更多的爱 这并非要把问题简单化 只是说这恰好正是所有复杂问题的核心所在